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讲一个衣服的标准的用法 电位的计算是这样 电位的计算是这样 120度以下 每度1.63 121度到330度是2.38 100.1度以下 每度是6.41 那这个我们假设电位的话 电位的话是 我们不要黑了 电位我们叫X 那X的话 我们先告Block 因为电位它不一定是整数 那X的值 一般都是大于 一定要大于 如果你负的话 那什么时候负的 就是你失误错误 你失误错误 那个电位才会负的 那是几度 X代表几度 那我们这个程式怎么写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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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写一个 潮状的 首先 假如 X 假如X小于 小于 小于 假设X小于 那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 X小于 那就是 好 那就是错的 就是错的 好 那我们就运出 可以这样写 假设X小于 是代表错的 所以是代表 输入错误 好 这边就可以 印出输入错误 好 那 X小于 就是输入错误 那 否则 就代表输入对 否则 是代表输入对 好 那假设 好 那 因为 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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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AOS 这边最主要是 我们所写的 所以 我们还是 把它颠倒过来 好 好 假设X大于0的时候 好 假设X大于0的时候 这边就是代表 我们要计算 要计算 电费 那 否则 我们把它调过来 好了 那 否则 就代表 输入错误 输入错误 我们把它调过来 好 就代表 X 度数 度数 这个度数 度数 输入错误 因为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好 OK 那你看 假设 所以这边 有 if else 架构 那 有 if else 架构以后 s大于0 首先 这个就是 要防止 防止 它输入是负的 好 再来 我们来看看 120度以下 是1.63 所以 if x 小 因为它是正的 那 我们知道 就是120度以下 x f 小120度 小120 那 电费 电费 float x.12 那 我们再 就叫一个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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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再来 假设 x 小 120 的话 因为只有一行 好 假设x 有小 120 那就是接在0到120 那这样子 v 等于多少 v 就是等于 因为每度100 就是1.63 1.63 乘以 度数 乘以x 好 好 这样子 就一行 就一行而已 好 有错 看看 看看 好 那 我们 它 这边写说不能 转换成Double到Float 好 这个我们设成Float 那我们就该设成Double就算了 好 设成Double 好了 好 设成Double 好 设成Double 那你看 因为你如果说 要设F的话 是F的话 这边要加一个F 好 那这样麻烦 就是Double Double A等12 V等0 你看 所以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假设F A小120 你看 我们先有一个 我们现在是要讲 If 里面如果有F 要怎么写 我们这边要讲 If里面 这叫潮状if 潮状选择序数 你看到 If X大于0 有 条件 正确做这边 那 不对的话 就是Als 就是 印出这样而已 好 那如果X大于0 那这边 X又小120 你看到 就是他X就这样 0到120 那 V都等1.63X 再来 再来 AOS 再来 AOS 再来 AOS AOS 就是 这边 条件 不对 上面的条件 上面的条件 錯 上面的条件 是FORCE 好 那AOS AOS 这边不用空格 每个事 AOS 媒 OR FIF 那我们就这边写 这边叫 FORE AOS OK 那我们看这边 121 到370 度 121 到 330 那這裏的話 這裏的話要怎麼寫 這個意思是 當他是大120小於330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人住在外面 那你要知道電費大概怎麼算 那可能房東都是算一度五塊錢 一度五塊錢要501度到700度 假設這整個建築物只有一個碼表 那可能會這麼多 會五度 會五塊錢 但是如果是個別的 個別的那個 個別的電費表 那其實大概每度大概2.38 好 那我們再講 所以小120很簡單就1.63 但是 如果說你是121度到330度 來我們現在解釋這裡 這個意思說 120度以下都是1.63 但是你假設超過120度以上的時候 超過120度以上的時候 在01到120度 這個是1.63 那超過120度的部分 也就是121度到330度的部分 是2.38 再講一次 是超過120度以上的部分 才是2.38 那你看到這裡 這裡已經120度 那我們這裡要怎麼寫 就是在120度的部分 是每度是1.63 120度是每度1.63 就跟坐計程車一樣 前面兩公里 前面兩公里 假設是跳表 前面一公里假設跳表 前面一公里假設跳表 跳表前面一公里是一百塊好 一百三好 前面是一百三的時候 那後面超過一百公里的部分 超過一百公里的部分 大概好像每四百公尺 每四百公尺再加多少 那這邊也一樣 超過一百二十度的部分 超過一百二十度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再加上 超過一百二十度的部分 加上超過一百二十度的部分 那就是x 減掉 120 假設它是 好一百三十好了 那假設它是一百三十度好了 因為一百三十度它 大於一百二十 這時候 前面的 前面的一百二十度是一百六三 你看 一百二十度 前面的一百六三 這個也跟所得稅很類似 好 前面的一百二十度是一百六三 那超過的呢 超過的話是 x 減掉 也會減掉一百二十 可以減掉一百二十 可以減掉一百二十 那這樣這邊要乘以2.38 這邊要乘以2.38 好 所以這個是 一百二十度到三百三十度 的計算 那再來 再來的話 五百度 那簡單講 五百度的時候 好 五百度的時候 前面的一百二十度是一百六三 那再來呢 再來 這個x 就是已經超過三百三十 因為 它這代表 aos if 代表 前面的條件不成立 所以它 x-330 不成立 就是x-130 那x-130 所以這邊 x-330 因為它已經大於330 330-120 的部分是 乘以 好 330到120 這一段的部分是乘以2.38 簡單講 就是這些度數是要乘以2.38 所以你就把這個x改成330 就好 那再加上 加上多少 x減掉 超過330 的部分 是3.52 好 它就這樣算 3.52 OK 所以這邊是3.52 這邊就超過330 的部分是3.52 那你借這330 到120 是2.38 好 那你看 快要算完了 好 再來 再來 再來是 小於700度 它不是小於500度吧 它是帶500度 好 這是小於700度 好 所以其實這邊加等的也可以 加等 加等 也可以 加等 好 好 好 那700度 好 那700度 簡單講 它小於700度 好 小於700度 就是501到700度 就是小於700度 它每度4.8 所以這邊就是 700度 330 330 330再來是 500 500度 就是500度 好 500度 500度到330的話 是多少 4.3.52 那3.52 那3.52 再加上 因為這是大於500 所以要減掉500 這個部分 是要乘以4.8 這乘以4.8 這乘以4.8 好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快做完了 好 那700再來是小於1000 小於1000 那小於1000 一樣 所以這邊就是700 就700到500 14 44.8 再加上 X 減掉 700 這個是幾度 這是5.66元 所以再來再乘以 5.66元 5.66元 1.66元 1.66元 那再AOS 就是最後一個了 因為 AOS 這個 這個條件不成立 不成立就是 剩下的 就是AOS 好 那剩下的 再來剩下的 我們都把他對齊,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 我們把他對齊,這樣才比較不容易錯 好,那費都等1.63好 那你看這邊就是1000 1000減掉 一千減掉700,吼 乘以5點 乘以5.66 好 架上 x減掉 1000 1000喔,三個零 就超過1000的部分是乘以6.11 好,那這樣 好,那最後 我們再把V印出來 好,我們最後再印出那個 好,最後印出那個 電費付 電費就V 我們來測試看看 首先我們第一個 我們把它射負的 射負的 看看它有沒有是 度數輸入錯誤 剛開始第一次執行要Run 確定 負的話就是錯誤 那我們再來120度好了 120度我們剛剛講的120度 120度的話 小於等120度它就是 因為120度是1.63 120度執行 120度就是195.6 195.6 好 再來500度 500度 再來是330度 再來是330度 330度 在330度的時候 我們假設可以帶330度進去的話 好那你看這邊 這邊就是195.6 好 我們先講到這邊 好 剛剛算完了 我們用那個 我們用一個Sale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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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一個Sale來算 怎麼算 好 首先 來 你看 12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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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000度 好 要分成這幾個幾句 那你看 好 好 那我們來 來試看看 你看 好 那個 好 好 那我們假設用760度 好 那我們假設用760度 假設有一個是760度 那760度 它要怎麼算 好 假設760度 好 那假設760度 好 那它怎麼算 你看 760度 760度 在120度 好 120度以內的 是要乘是多少 120度以內的是 嗯 第一個是 1.63 1.63 好 就這樣算 1.63 好 那你看 這邊就是等於 等於 一個Sale來 很好用 等於 這個 乘以1.63 好 你看 剛才我們是195.6 再來呢 再來 再來你看 你用一個Sale你會更清楚 再來超過 超過 120度的部分 我們用超過 其實剛開始我也不要寫的這麼 這麼快 你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等於 這樣沒問題 第一個就是 120度你看 再來這邊超過的部分是多少 這邊超過的部分是這個 寫掉 這個幾度 210度 這邊超過的部分 那你看這個直接拉下來 直接拉下來 那我們不要760度 用最後那邊 假設是900度 OK 你看 這邊的 330度減掉120度 這部分 就是121度到330度 這部分是2.38 這部分是2.38 那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是等於 A1 我們應該是等於 像這195.6 就是等於這100 1.63 我們不要用1.63 是 這一個 乘以這一個 好 那我覺得 現在改掉 好 我們先改掉 這個 這個就是它 相差 相差的話 寫在這邊比較好 相差寫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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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差寫在這邊比較好 另外 你看 330-121 500-330-170 700-500-200 200 這是 相差的 好 這裡是 第一個 這1.63 這一個 小160度 小120度 就1.63 那這個就等於 這個 乘以 這一個 好 再來是 你看 這邊121度 到330度 121度 到330度 到330度 這個是 一共有210度 這210度的部分 是2.38 好 所以你看 就是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 V1乘以C1 那現在就是 V2乘以C2 你看這邊就是 V2乘以C2 好 那再來是多少 再來是3.52 我們用一個C2 來算的話 你再對照這個 你會更清楚 好 那這個是 V3乘以C3 這邊 598 好 再來是 700-500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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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200度 好 剛好200度 那這是多少 700-500 的部分 700-500的部分 是 4.8 4.8 是4.8 就是這4.8 這部分 4.8 那4.8一樣 拉下來 好 那你看 好 那如果是900度 現在不是1000度 是900度 那900度 這時候 這時候這裡 就是900 這邊選900 這樣看起來比較乾脆 好 這邊選900 900 那900跟700 之間的差 是200度 好 那不要900 因為這邊都200 我沒有950 好了 那數字跟前面不一樣 你看這邊就250度 那這250度 是多少 每度是5.66 好 那你看 那檔案 這邊就是 這邊就115 好 那你看 這一項 這一項 這一項就是 因為現在 那個小1000 所以這一項 是 就第一項 這一項 就第一項 就195.6 這是第二項 就499.8 499.8 算出來 就695.4 當你是330度 就這兩個 這邊 加起來 好 那你看 所以 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 這個是 好 這個是上 好 我們用一個sale 怎麼算呢 自動加總 好 自動加總這兩個項 你看 695.4 就剛剛 那 我稍微教你們一個sale 一個sale 其實很重要 這邊就是這兩個項 因為我們要算加總的話 一定是這邊全部加總起來 但是全部加總起來 我們一個一個在測 我們一個在測 好 這邊695.4 那你要怎麼弄 這邊是D1加D2 對不對 所以D1的1 不要讓它變 因為不要讓它變 所以它加總的時候 這1不會變 那你這邊 再複製 拉的話就代表複製 那你看拉的時候 變成D1到D3 這邊拉的話 代表D1到D4 這個 1都不會變 你把它加一個淺的 它就不會變 那你看 695.4 就剛剛我們算了 再來是1293.8 再來是255 好 在這邊 最後 3668 所以 你看 這麼多錢 當你是950多萬 你的電費要3668 好 好 那 那我們 這邊來測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695.4 這是 330度 那我們現在要改 我們現在改330度 再來是 5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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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儲存 那我們看500度 1293.8 你看這樣 再來700度 再來700度 好 那再來測 950度 大概700度 你看剛剛 120 330 500 700都對 你看950度 所以就是可以用Excel來驗證 可以用Excel來驗證 好 950度 輸出 輸出 他只寫 3668 你看 3668 你看 都對 所以 你寫程式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做驗證 你可以用Excel來做驗證 這個是很好 很好用的 而且你用Excel 可以更清楚 你看 這樣很清楚 你看這樣很清楚 這120度 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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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前面可以說是0 所以就120度減0 120減0 120減0 就120度 乘以1.6 這個就是120度 的 電腿 那你看 這120度 超過的部分 這邊 330度 到120度 因為它 我們現在假設是950度 那它一定 到330度 那330度到120度 它們兩個相關 你看 A2-A1就是210度 那這210度 就是 超過120度的部分 它是2.38 好 1度是2.38 那就算出來這樣 好 那就V2 V2乘以7度 那再來 500度 超過的部分 就是170度 那超過的部分 170度 乘以這個 那再來 700度 跟500度 超過的部分 就200度 那超過的部分 200度 那就是 度數是4.8 就是950 所以 所以你如果在著書的時候 你如果是單一電表 如果 因為 我不是很清楚說 你們是不是單一電表 如果是單一電表 一般來講 你用的度數大概 即使你有吹冷氣 也是330度 以下 免度 2.38 但是 這個 不是夏季的 夏季的電費 好像乘以1.3倍 我們看夏季的電費 夏季的電費是比較貴 我們再看 它在電夏季電費 這個應該不是夏季電費 我們看夏季電費 那如果不是夏季電費 那如果不是夏季電費的話 那更便宜了 那剛剛算的是 是夏季電費 那如果不是夏季電費 那就更便宜了 那 那剛剛算的是夏季電費 好 電價表 用 看一下 這邊 好 好 沒關係啦 最主要是 要知道你要怎麼算 那 那個 不是夏季的 更是夏季的 你自己再去網路找 這個 好 再用一個Sale算出來 那你看 有一個Sale點會對程式更清楚 好 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